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阶龙兄弟的比例当然就是无限的双阶棍了啊 这个双阶棍呢非常的狠啊 非常的狠啊 这个双阶棍 好的 先把他这个剧情啊 过去 咱们给了苏通啊 后面的剧情呢 过关的剧情给大家略过啊 好的 然后陈师傅啊 陈师傅的就是他这个爪无限啊 爪无限 这个爪也是非常狠 但是这个改版啊 相对来说啊 陈师傅并不是很好用 最好用的应该是这位忍者啊 忍者的手里剑是无限的 出门一标一个啊 非常的快 有扛打的可能需要两发 然后他这个跳啊 他这个跳变成了 脚变成了弹墙跳 给了我一下 变成了弹墙跳啊 再有呢 就是忍者的刀 这个刀啊 速度变快了 速度变快了啊 大概四刀可以砍死一个小兵 有些前三关的啊 好 弹墙跳 简化 然后刀变快 手里剑无限 所以这个忍者啊 在这个改版里呢 是增强的最为显著的 陈师傅啊 嗯 就是爪子无限了而已啊 就是爪子无限了 好 忍者是三方面得到了强化 这刀非常好用啊 砍瓜切菜一般 而且这刀还有一个其他的应用啊 一会儿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希望NPC啊 配合一下 哎呀 疼疼疼 来 这里来双金龙兄弟的 来比利的棍子啊 哎呀 疼疼疼 打倒了就是一脚啊 哎 咱们用脚 哎 死了 啊 剧情啊 这里呢 给大家略过啊 好 第二关 第二关呢 是在中国 咱们照样使用这个忍者啊 对 这个刀呢 有的时候啊 大部分情况下吧 可以破这个跳脚 可以破NPC的跳脚 大部分情况啊 但是有时候也封不住啊 他可能跟他出招的 啊 工具判定出现的帧数有关 啊 我个人猜测是这样啊 咱们 啊 到边上去打吧 啊 这就进屋了 很快啊 一分钟进屋了 啊 尽量不要太堵着门去砍啊 因为陈师傅出现的时候 他首先会出手打你 啊 要出现了 要出现了 咱们再往下一点啊 啊 出面就打我啊 来来来 差不多了吧 哎 差不多了 好 第三关啊 第三关是在日本啊 啊 蛮抗打的啊 来 抗打的话咱们切换这个 其实双极龙三大的改版呢 并不是很多啊 不像二代啊 那么多 那么大叔记得给 给大家录制过一期boss版本的啊 就是可以选用蛇女啊 啊 包括 第一关啊 和第四关这些boss啊 还有木乃伊 再就没有了啊 哎 忍者这个 忍者这个大跳啊 正好用来过这里 正好 手里面的速度有一点慢啊 哎 他的刀也可以破咱们的这个弹墙啊 啊 尽身其实还是这个刀好用啊 尽身还是刀好用 好了 该出这个了吧 咱们换刀啊 咱们换刀啊 换刀 双极龙三代这个切换武器和人物的系统啊 需要稍稍熟悉一下这个操作 因为有的时候啊 就就把自己搞晕了 哎 砍两刀跑了 这家伙也有手里剑啊 你知道打到他出一个人 啊 就是要boss了 啊 这就要出boss了 来吧 咱们用手里剑绝射服 我觉得他打不够我 哎 我为什么跑出去了 我要在这里发手里剑啊 不停的发啊 不要跑 不要跑 不要欠啊 不要手欠 哎 完事了啊 好 这段剧情呢也跳过 好的 第四关 意大利 跑过头了啊 这帮家伙有暗器了 有暗器了 好像而且是无限的啊 这个忍者啊 哎 你不要总跑好不好 控制不好方向 他没滑 没滑出去啊 那个敌人会滑出去啊 那个敌人会滑出去啊 啊 近身这个刀实在是好用 然后远程呢 就手里剑 啊 原版这个刀可不是这么好用啊 他的速率非常的慢 但是呢 用来打最后一关那个蛇女啊 好像打 你一下一下把他粘住啊 70多下好像能把他粘死 就是他不会逃跑啊 打出一个硬直 紧接着再接一个刀 哇 这货也拿了一把一个匕首啊 哎 这个脚呢就没有防住 所以这个刀防这个脚啊 还是有时候要看一点运气的 啊 双吉隆三代的改版呢 我好像还录制一个超级技能啊 就是单人就可以出合体技的那个 那其他就没了 只录过两个 不像双吉隆二代啊 录过了五六个改版了吧 至少五六个 包括影子版啊 冲击波版 嗯 头盔男版 最终boss版 全boss版 还有碎单脚版 等等吧 上双金龙兄弟试试啊 来 比例 哦 吃大圈子 哎 我发现我拿双金龙之后啊 他啊 试图给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啊 就像这样 就是让我的脚够不到他啊 好 第五关啊 真是那个 那个什么了啊 最后一关了啊 啊 这里呢要谨慎一点 因为这个忍者这个方向啊 咱们站在这个边上啊 后跳 就能过来 好的啊 这样就过来了 然后翻下去啊 哎 躲过了啊 利用低头那个硬直 好 这下算是砍下来了 哈哈 这下对了一下 所以他有三种可能啊 要么 要么砍下来 要么对一下 要么呢 你爱踢 其实还是看这节奏的啊 还是看这个攻击判定出现的帧数 好 这里敌人不少啊 好 最后一个 好 到这儿了 那已经进入了金字塔的内部啊 这里忍者这个跳啊 就不占优势了啊 哎 我没把他砍掉下去啊 我应该站在这儿砍吗 不对 好 咱们掌握好距离啊 对 因为咱们的跳呢非常大 跳起来距离非常远 所以这儿一定要掌握好距离啊 哦 好的 不能更准了啊 这儿有个敌人来着我记着 有 只有一个啊 三代的敌人方面 还是显得有一点单调 而且人物呢 比例看起来也比较小 没有二代有魄力 双金龙二代呢 绝对是双金龙系列的一个巅峰吧 那么 今年出了一个 哎 你们打够了没 今年出了一个四代啊 哎 还来一个配合 哇 还把这个飞刀撇了 行 我这回看你撇什么啊 那四代的推出呢 本来我是 怎么说呢 很抱期望的啊 但是最后大失所望啊 那现在四代 火了呢 有 一周啊 然后就无人问君了啊 游戏的素质呢也是堪忧 根本不像是这个年代的游戏吧 回旧方面呢 做的也不是很好 啊 这里是忍者啊 哦 踢脚踢的好远啊 他这个弹墙 忍者要脆一些啊 感觉 敏捷型英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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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咱们用双劫龙兄弟 啊 比例啊 这才几下啊 就把一个木乃一轮死了 这个双劫棍呢 是非常狠的 但是原版呢 你只有五下 啊 原版只有五下 我真不明白自己总跑什么啊 啊 好 打倒他呢 哎 他的颜色都不一样啊 那几个是白的 他是这个灰色的 打倒他蛇女就出现了 你看啊 我总跑什么 简直了 慢慢走过去啊 哎 他用那个 哎呀 我以为我这招使得还不错呢 结果 中计了 哎 你跳起来 这行不行啊 上去了 给你一脚 再来一下啊 再来一下 好 好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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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刚想那个什么呀 哎 这回他弄反了 这回他弄反了 我又变成蛇了 嗯 要坏 要坏 这个距离要坏 哦 好的 我来得及啊 来得及 曾经啊 小叔刚打到这个蛇女的时候 曾经一度认为 她是不死的啊 哎 我怎么没踢墙 想什么呢 好的 他挂了 那这样呢 就通过了 这个改版呢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啊 对人物的一些 招式啊 进行了修改 那么还是值得大家一玩的吧 好 本期呢 就给大家先录制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